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c大叔 今天要拍攝的這家就叫做早安蔥油餅 是30年以上的老店 然後是在菜市場頭這邊 就是在永珍路旁邊這裡 那詳細地址會打在影片欄裡面 可以看到一早就排隊了 然後在這邊的話是油煙味比較重一點 這裡是寫著中和區永珍路242項 那我菜單拍一下都算是同版價 那餅的話就是很香的味道這樣 都是乾燥的 也有油煙 好 稍微充滿著一點緊張感 好 這樣稍微充滿著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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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謝謝 我一個蔥油餅,一個小菜 好 好 可以這裡放起嗎 好 還有一個薄酒 來,下一位 那我要那個蔥油餅加蛋 然後 對,然後那個韭菜盒子 還有 一餅一個 一個蔥油餅 等一下 還有一個韭菜盒子 一個蔥油餅 一個蔥油餅加蛋 對對對 對對對 一百三 一百三好 可以啊可以啊 錢都準備好了 哇,很好 你準備好了 對對對 哪個這是我的啊 等一下 加蛋再給你 好 那個是我的 我要加那個東西 還有兩杯這個 好,謝謝 兩杯這個 還有一個蘿蔔食品 你要蘿蔔食品是嗎 還有這個 這個是我的 好 不是我要加那個東西 好,等一下你去那邊加 不好意思 來,蘿蔔 兩杯 拿一百一 你還差兩個 這個我的 對,你還差一個加蛋 你看 你還差一個什麼 我說不是 這個 這個兩個 這個加蛋 然後一個 那個水蛋 兩個加蛋 一個水蛋 兩個加蛋一個酒菜齁 誒 這一包是誰的啊 我是 這個是加一個加蛋 我是都各一個的 對對對 等一下我包給你了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那 這家應該已經超過 超過四十年了吧 這個四十 誒好 好 okok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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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我說年份超過四十年了 這邊 好,ok 好,那醬料就在這邊加 這樣 那生意超級好的 我剛剛有點小波音 這樣子 好,這上面寫著 蔥油餅 好,那就從這個 最有名的 蔥油餅 開始拍型了 好,那我今天應該會吃超級飽 因為剛剛那邊 太多人在加醬料了 那我就加這一家的醬料 這家也是個豆漿店 下次我再來拍這一家 那就不曉得有沒有吃過這家店的朋友 這家店已經開很久了 早安,蔥油餅 也許你看到會懷念 那滿厚實的 充滿了很朴實的餅香味 其實這一片我之前拍過 露的就是露的這個 吃東西之後的口感 因為它那邊 就是沒有內用的地方 好,那餅皮就是很朴實 感覺是乾烙的 然後 充滿了這個麵粉的香氣 還有這個 還有蛋 就是很紮實 就是很紮實 很燙 然後 加上這個 醬油膏跟辣椒醬之後 就變得更好吃了 然後我覺得這家蔥餅的分數是90分 很樸實 然後分量很足這樣 如果一個正常的女生 應該吃一個這樣就會飽 好,這個是他們最招牌的產品 蔥油餅 好,這樣應該看得很清楚 只要就是要 加一些醬料才比較好吃 這樣子 如果你國外的朋友 我相信你看也會流口水 這個東西雖然很 感覺是很簡單的早餐 但是它卻是 充滿了台灣味的早餐 讚 外面酥酥的,裡面軟軟的這樣子 好,鹹香鹹香的很好吃 然後這個蔥花的味道也蠻香的 我盡量吃吃吃看 也許我不能打通關 大概可能第三、第四個我就吃不下了 這一個我吃吃看 不知道是豬肉還是牛肉的 好,那這個是我最喜歡的牛肉餡餅 然後就是有這種外神式的老味道 總是很扎實 然後很好吃 我不知道裡面放了什麼 但是就是那種老師傅的味道 這個是會爆漿的 那現在看到裡面有一點洋蔥碎 然後還有蔥花跟牛絞肉 爆汁 噴出來了 很好吃 剛的蔥牛餅有沒有打分數 我覺得是90分 然後這個牛餡餅我覺得也是90分 就是個很懷念的味道 讚 好那再來是韭菜盒子 那那個豬肉餡餅我就不吃好了 如果再吃下去這個我就吃不下了 然後一樣是乾烙的 好現在吃吃看 感覺它這個韭菜是比較軟的那種 然後 餅皮也比較軟 軟綿綿軟綿綿的 然後 然後 不會很硬的口感蠻適合女生吃的 所以它那邊前面就是很多女生在排隊 旁邊就有 粉絲跟蛋還有 豆干這些吧就是 很外省式的口味 豆干應該有吧 應該還有蝦米 就是一個 很外省式的韭菜盒子的味道 然後我覺得分數也是90分 就是這個 在水準之上 蠻好吃的 然後不油 好蠻好吃的 就是個很樸實的味道 然後那國外的朋友 你看到你可能就會很懷念 如果你是這個有 吃過韭菜盒子的朋友 應該也會很懷念 可是我有吃過 這個更好吃一點的韭菜 如果它再稍微脆一點 會更好吃 它就稍微 所以口感有點軟軟的這樣 那原則上都拍到了 只剩一個豬肉餡餅沒有拍 因為我已經吃不下了 算是一個 30年以上的好口味了 那大致上是這樣 那很好心的店 店家也順便拍一下 這邊就是叫做這個 超好吃小龍湯包 下次會拍攝一下 老闆感謝你啊 那這樣結三元的話 我就會想要拍攝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